中共的中纪委在中国传统蛇年的最后一天宣布 对南京市委原副书记 市长纪监业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年前和纪监业关系很深的江苏首富朱兴良也被逮捕 那么在中共当局打大老虎的关键时刻 这两个人被逮捕调查 剑指背后的何举人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表公告指称 经查 纪监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 开除纪监业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纪监业自2001年7月以后 在扬州市历任代市长 市长 书记共8年 在他主政期间大搞基建工程 扬州市民称他为拆迁市长 纪监业到南京任职后 市民也按地里送他 纪娃娃和推土机市长等称号 纪监业于去年10月16号被双归后 网络陆续爆出他的丑闻 不仅有他一大落情妇的名单 还有他如何把情妇打字员 提拔成为扬州市发改委副主任的详细描述 中共新华网的博客也连发博文质问 南京市长纪监业到底受到谁的赏识 大陆媒体深港在线网站揭露 纪监业的岳父是曾经任职过江苏省常委的高德政 深港在线还透露2001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亲自点将 把时任昆山市委书记的纪监业提为扬州市市长 江泽民全退后 在2005年第一次返乡时 就是纪监业陪同江参观了刚刚落成的润阳长江公路大桥 此后纪还陪江及全家到江都祭祖 在江泽民与扬州画册里记录了这些 纪监业在2001年6月陪江游玩周庄的照片也进入了画册 现在习近平被江民江派打击是立体全方位 各条片都上来了 突破口就是薄熙来 然后紧接着顺着薄熙来摸到这种康 这种康的这口被突破了之后 在中共江派干的这些事 政变几乎全被曝光了 时事评论员张肃田认为 纪监业这个案子是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全方位打击江派人马的标志 1月27号身家189亿元的江苏首富朱信良也因涉嫌行贿被逮捕 他的公司在寄建业出任要职的昆山 扬州以及南京等地都接到大型工程项目的订单 但香港动向杂志去年8月揭露 朱信良的公司因包揽奥运鸟巢 国家大剧院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装饰等 使他的财富呈几何级增长 就是凭借于江苏老乡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私交 香港开放杂志最新一期内容指出 中纪委对二号专案里周永康的审查力度非常大 而针对曾庆红的一号专案也将呼之欲出 消息人士还说 查周永康家族和亲信腐败的问题时 很多都涉及到了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家族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主要谋臣 他帮江泽民登上大位掌控党内的人事大权 而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及习近平两朝的人士 曾庆红也插手很多 时事评论员金振涛指出 博州政变曝光后 爆出了江派掌舵人曾庆红的影子 他与周永康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而现任政府利用反腐打击的也是江派势力 国际舆论很关注的离岸金融门嘛 外界都认为是江派实际的超刀者曾庆红干的 周永康成为了个公安部部长 就是曾庆红一手提拔起来的 最近外媒发布了中国离岸金融解密 其中只公布了习近平 邓小平 李鹏 胡锦涛和温家宝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金融资料 但是没有一家江派的数据 金振涛认为 无论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百年明晨纪念活动 还是在香港影视大亨邵义夫的追导会上 习近平与曾庆红家族没有往来 这说明两家已经决裂 习近平也不会放过曾庆红